超連結啦,如果把剛剛Eater的類東西抓下來之後 當然你是可以把它套用在B欄是絕對沒問題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套用在別欄的話 那其實也OK啦,大概有哪些地方可以改,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根據剛剛的那個超連結的寫法 其實我後來發現 還是,甚至可以把這個再改得更精簡 因為它原來的寫法是 我發現原來我們的那個寫法這邊link 原來 我把原來的先改回來 各位可以看到 它原來的寫法是 這邊是range,哪一個儲存格.slate 那你會發現我剛剛查了一下 我在hyperlink上面按F1 你會發現那個hyperlink物件它會跳說明 那我覺得也是有這個還蠻方便的就是說 有一些物件你假設不太熟悉 可以配合F1 然後呢 裡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方法 比如說其中有哪些 hyperlink 我發現是這個hyperlink的方法 方法裡面的話有一個add 新增這個 那其中新增的話呢 你看add 這個方法裡面它就會有一些參數 那其中的話必要 必要是一定要加的 那其中我發現 它第一個參數 實際上就是可以放range 那你會發現我們這個地方加什麼 它好像加了一個selection 那selection是什麼 selection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這麻煩 你如果不想要select之後再selection 因為其實select就會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selection 所以這兩個是因果關係 那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假設你不想要select再selection的話 那其實selection這邊其實是可以放這個東西 就直接把它放到這邊來就好了 OK 應該不知道懂不懂的意思 那你說為什麼這麼麻煩select 然後再selection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錄字聚集是錄什麼 錄那個滑鼠的位置 所以滑鼠才會有select這個動作 才會有selection OK 所以假如說你自己要寫的話 其實當然不需要有什麼select selection 所以其實有個改法 直接把這一個range 直接就把它擺到哪裡 擺在這個參數後面就可以了 那這個select這一行 就可以拿掉了 OK 所以喔 這個又少了一行的敘述 再來的話就是說 剛剛有同學提到的問題 這個還蠻好的超連結部分 可是喔 如果你想要把超連結 不是加在B欄 而是加在A欄的話 那以後的話直接點他的標題 直接就跳超連結過去 這樣應該更直覺吧 所以呢如果假設你希望 把超連結放在A欄的話 那這個地方只要怎麼改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要改你沒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這個工作表先複製一個 拖拉加Ctrl鍵 用這個來改 否則的話喔 你假如改失敗 VBA有個缺點 他沒有辦法Ctrl自己 沒辦法復原的 所以呢 你最好是先在 改程式之前 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第一個當然連結 一樣一個參數啦 可是這邊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參數 叫Test to Display 這個中文意思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就是你要顯示的文字是什麼 有沒有 那Adress的話應該就超連結啦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超連結 那我們保持LINK 主要要變的話應該是這個LINK 這個參數啦 這個參數後面的話 其實就加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A欄的資料 所以我可以在底下加一個 另外一個變數好了 也許叫Tst好了 Tst的話就是 我要的那個標題 OK 那個標題來自於哪裡呢 就是來自於A欄 所以同一列的A欄的話 就是把這個把它複製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所以喔 也就是說 這一個LINK得到就是 B欄的超連結 那這個Tst的話 是得到它的標題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很簡單的 就把這個 Tst這個變數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就可以了 Tst 這樣就OK了 那不過跟各位講 這邊有一個 空白加底線 實際上就是 那個VBA裡面 就是 換行的一個符號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 很長一串的程式變成兩行 一定要加空白底線 可是如果假設啦 你不要 因為後面好像還有空間 所以我直接把它拿到這邊來好了 有沒有這樣子 冒號等於LIN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Tst 然後直接加在這裡好了 應該放得下 OK 這樣子有沒有 那這樣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其實喔 如果將來你要加超連結啦 就是在 所以你可以 這個地方很清楚吧 就是Hyperlink它一定是隸屬於 在一個工作表的後方 就工作表物件底下喔 有點像是Range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階層喔 所以呢在工作表裡面 如果要產生Hyperlink 你就用Add的方法 然後主要要給三個東西啦 第一個的話喔 就是 哪個儲存格 OK 不過喔 我剛剛看 我看了一下它那個 說明裡面喔 除了哪個儲存格之外喔 其實還可以是哪個Sharp啦 就是 你也可以在哪個圖上面做超連結 OK 那這應該可以理解喔 這一定要的 Address一定要 但是名稱好像 這個名 這個好像選用的 所以喔 是不是說 如果假設 你上面顯示的就是Address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不要 理論上這個應該可以試看 因為如果選用的話 那表示說這個參數沒有沒關係 但是有的話喔 它就會顯示上面的文字 那不過啦 我們來試試看喔 如果假設我今天 要把剛剛的效果做出來的話 就是在這個文字上面做超連結 那我大致上就是增加一個變數 然後呢 再把這個改一下 把它放在 Test to Display的這個參數後面 那其他基本上都沒改啦 還有這個地方喔 這個參數的話呢 我後面呢 本來是Selection 然後我直接乾脆放那個 那個儲存格就好了 OK好 改完了 改完之後 按F58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要直接執行 怕跑太快 錯了也不知道錯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得到結果 這樣應該是超連結 這個應該就是新聞內容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它放哪裡 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這應該要改成多少 因為我要放這邊對不對 所以記得這邊要改成而已 如果沒改變成改到 變後面了 OK好 那改一下 好 然後按F8 這個時候就有了 那其他應該沒問題 全部執行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個地方如果要點其他 這個新聞 換別的好了 看有什麼新聞 好像沒什麼新聞可以點 好像快下雨了 變天了 五線是大雨 連下變天降溫 可能最新會還有台風 點擊看看 這廣告跳太大了吧 下面看 對有沒有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要把新聞抓下來 並且直接超連結 然後放在Excel 這件事情其實倒沒那麼困難 而且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很多個新聞網的資料 全部都放在Excel 所以你們可以練習一下 把那個比較主要的新聞 然後串在一起 看是要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或者是放一個工作表裡面 把它串在一起 這件事應該沒有困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我剛剛這個程式碼 一樣我也把它 乾脆這一段 一樣把它貼到那個下方好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